沙塔成功 您此次消费十亿元整 您好柳燕小姐 你的外卖麻烦签收一下 好的谢谢 祝您用餐愉快 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再见 哎先生请你稍等一下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您近期有买房的打算吗 我们楼盘第六期已经开盘了 价格位置都很不错呢 您要不要了解一下 快看内心来的 居然去问一个送外卖的要不要买房 真是笑不火了 他也不想一想 咱们这里最便宜的房子每平都在五万元左右 最小的房子也有一百亭 一套房子最少也五百万 这个送外卖的估计 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吧 哎或许他只是想碰下运气吧 毕竟他这个月要是再不开单 就要被经理赶走了 这是他最后的几次机会 柳燕小姐听了两个人的意思 你如果再不开单就要被开除了吗 是的先生 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 如果实习期一个月不开单的话 就会被辞退的 我不是故意骚扰您的 只是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如果打扰到您了我向您道歉 不错 你很好我很喜欢你这种不服输的性格 这样吧 你先来给我介绍一下 如果房子不错的话 我不介意买一套 谢谢 谢谢 谢谢先生 我是您的置业顾问柳燕 您这边请 先生您请看 这就是我们乔康楼盘的整体布局 不知道你喜欢三房还是两房呢 套房住起来不太舒服 你们这里没有独栋别墅吗 我这个人自由惯了 不喜欢住那么憋屈的房间 先生您说什么 你要买独栋别墅 嗯 没错我想买栋别墅住 最好是那种精装修 家具家电期权拎包入住的 我的天哪 这个外卖人小哥好大的口气 要知道我们这里别墅面积最小的一套 也将近2000亭 每亭米房价更是达到恐怖的30万 也就是说最小的一套别墅也要5个亿 这外卖小哥不会是哪个医院里跑出来的神经病吧 怎么了 是不是怕我买不起 不不不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前几期的小面积别墅都卖完了 现在只剩下一栋最贵的别墅往没有卖掉 只是这套别墅有点贵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本来想着他能买一个普通平层 让自己完成业绩就挺好的了 现在看来他也只是看看罢了 看来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开除的命运 价钱不是问题 你先大概给我介绍一下 只要符合我的要求就都好说 不错 你算下总共需要多少钱 房价加上各种手续 大概需要10个亿左右 都是精装修好的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 没问题 你去准备合同吧 我买了 快听听我们都听到了什么 一个送外卖的穷小子 居然要买10个亿的别墅 这口气比我矫技还要大 说的没错 一个送外卖的要是能买得起别墅 除非母猪都能上书 先 先生 您是说您把这栋别墅网买了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放心好了 合同准备好了 马上刷卡付款 柳小姐这个月是不是又没有卖出去房子 我早就跟你说了来我公司给我干秘书 我一个月给你10万 轻松不累还挣钱 现在考虑的怎样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藏我身体 靠出卖身体挣的钱 我花着不舒服 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 我也不稀罕 请你以后没事不要缠着我 我告诉过你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让我屈服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哈哈哈 别那么凶啊柳小姐 我可是来买房子的顾客 顾客就是你们的上帝 如果你再对我这个态度 当心我当你们经历 那去投诉你 让他扣光你的工资奖金 去啊 有本事你就去啊 大不了这份工作我不干了 不开玩笑了 柳妹妹 只要你今天能讨我开心 我们之前看好的那栋别墅 我就直接下定金买了 这样够诚意了吧 不用了 那栋别墅已经有人买了 你就别白费心机了 你说什么被别人给买了 是谁买了那栋十个亿的别墅王 哪位大佬这么大破裂 别丑了 那栋别墅王是我买的 你有什么意见吗 你开什么玩笑 就你一个送外卖的能买得起别墅王 装逼你也不能这么装啊 这可是在售楼部 你这样做可是容易被打脸的啊 你管我买不买得起 一把年纪都可以做人家爸爸了 还天天来缠着人家小姑娘 你还要点脸吗 臭送外卖的 你敢骂我 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 别管我没提醒你 赶紧给我跪下认错 再赔我十万块的精神损失费 然后从这里滚出去 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 要不然今天我就让你在这座城市消失 这外卖小哥完了 这位谢老板 可是苹果公司在咱们市的销售经理 手里有钱有资源 没想到那个外卖小哥 一下子把他得罪了 这下完了 妈的 又是自己公司的员工 在自己面前装逼 是我公司太多了 还是这个世界太小了呀 柳小姐 不用理会这个家伙 你还是先给我说下 这个合同的相关事宜吧 站住 那栋别墅王是我先看上的 我没说不要值钱 你不能卖给别人 这就搞笑了 小区那么多房子 你看中就是你的了 你咋不说整个楼盘都是你家的呢 柳小姐 你只要把这个外卖老敢出售楼部 我立马就把这栋别墅王买了怎么样 不可能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凭什么为了你得罪我的大客户 我这都要签合同了 你还在那里杂杂呼呼 真是傻逼 那栋别墅王除非卖给我 不然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买走 谢老板你这样胡搅蛮缠 有意思吗 那栋别墅王你看了半个月都没说要买 现在看别人要买了你就出来抬杠 这么不要脸的事你也真做得出来 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 总之这栋别墅王我实在必得 有我在你想买也买不成 既然你那么想要这栋别墅王 不如我们两个公平竞争如何 你现在立马拿出十个亿 把这栋别墅王买了 我立刻转头走人 如果你拿不出来就自动退出如何 你神经病吧 谁会随身带着十个亿来买房 就是要买也得分期啊 你没钱就早说嘛 还在这里装大尾巴狼 真是丢人现眼 柳小姐直接刷卡吧 十亿全款 刷卡成功 您此次消费十亿元整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居然真的全款支付十亿 这他妈的妥妥的神豪啊 柳燕这次提成 估计都能拿上千万了 就是就是 这好是怎么都让他赶上了 柳燕这家伙绝对是上辈子祖坟冒清烟了 胖子 我记得刚才你说 要让我消失在这个城市是吧 咱们现在好好说道说道吧 臭送外卖的 不要以为你有点臭钱就了不起 老子可是苹果手机的销售经理 得罪了老子老子 让你后悔一辈子 还是死性不可 小七 苹果手机在咱们市有一个信谢的销售金 给我马上把它开除 永不录永 还有通知张三律师 彻查他的一切资金流动情况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就送他去采缝刃机 好的 十三先生 哈哈 你个抽送外卖的好大的口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乔布布的老板呢 七副董 这可是苹果手机老总的秘书 按道理说 他是不会直接给我打电话的 难道是因为这个外卖小哥 谢皇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公司机查部通过对你的调查发现 你涉嫌挪用公款 现在已经将你资金全部冻结了 与此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 也会对你税务情况进行清查 你好自为之吧 完了完了 全完了